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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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同學 在這個part 我們介紹快速副列轉換的後半步 我們趕快來看一下什麼叫蝴蝶結構 從上一個part我們知道說 我們算一個Ending的DFT 我們可以切成兩半步 這是上半部 2分之N點 這是後半部 從這兩個數學式值可以看到 F1共用 F2共用 也就是說我們可以畫出一個 Botterfly的結構 所謂Botterfly的結構就是說 它有個交叉的樣子 看起來好像是一個蝴蝶 所以這個Botterfly的結構有兩個輸入 有兩個輸出 那輸出分別是等於什麼 A加WB 這是什麼A-WB 所以輸出是由輸入來計算 只是這邊 這個輸出是怎麼樣 A加上B乘上W 之後的結果 它這個輸出是怎麼樣 是A減掉什麼 因為這B乘上它 乘上一個負的嘛 所以等於是A減掉 這個WB 就很像類似的式子一樣 我們這是想A嘛 這是A嘛 這是B嘛 這是B 只是這邊加變減 好 所以我們看到一個Botterfly的結構 我們來分析一下 它有多少個乘法器 有多少個加法器 我們首先來看一下 以這兩個輸出來看 這兩個數學公式 它有幾個乘法器 各位一定會說 它有一個W乘B 它有一個W乘B 所以總共幾個 有兩個乘法器 各位這邊特別注意 因為WB它可以共用 所以我只要這個算完之後 後面需要再算嗎 不需要 它可以直接用 對不對 所以這邊就不需要再乘一次 所以一個Botterfly結構 只會用到一個乘法器 那幾個加法器 兩個嘛 一個是加一個減 所以根據這樣 我們就可以來看說 一個加法器 一個乘法器 兩個加法器 根據這樣的結構 我們就可以來分析 到以這個8點FFP 假設圖形長得這樣 它有幾個Botterfly結構 好我們來看 這是一個Botterfly結構 是一個嘛 兩個 三個 四個 所以這邊就有四個Botterfly 那接下來看這邊 有幾個Botterfly 一個 兩個 三個 四個 好 這邊也有四個 那這邊有幾個 一個 兩個 三個 四個 好很簡單 所以 看到說 它每 這樣一行 都有四個Botterfly 好 那為什麼 四個Botterfly總共八點嘛 是不是代表說 它有 假設八代表N的話 是不是有N除上2 個Botterfly 在每一行上面 對不對 那這邊總共幾行 有三行 也就是說我們有三個Stage 那為什麼得到三行呢 因為 8取Log2嘛 等於3嘛 因為我們是基有基有分 所以二為基底的話 它基本上可以分三次 所以我們看到說 總共三個Stage 一 二 三 那每個Stage 怎麼樣 有四個Botterfly結構 好 根據這樣的話 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到底FFT有幾個 陳法器 有幾個加法器 所以N點的FFT 共有 這麼多個Stage 那每個Stage 有幾個Botterfly結構呢 有 Entry2 那每個Botterfly 它基本上有一個陳法器 兩個 加法器 那我們知道說 在做數學運轉的時候 陳法器比較花時間 所以我們盡量能 節省陳法器 就能節省陳法器 好 所以N點的FFT 總共有幾個陳法器 就把什麼 Stage數乘上這個嘛 對不對 這是答案嘛 陳法器 那幾個加法器 再乘上2嘛 因為每個Botterfly 有兩個加法器 所以乘2之後 就變這個 好 這東西 它基本上就可以長 省很多時間 因為我們知道 原本的DFT 它是N平方的陳法器 對不對 那現在是變成這樣 是不是差很多 所以速度上變得很快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FFT的 運算的複雜度的評估 我們從這個表來看 最左邊 這是代表整個FFT的點數 例如說 從4點 8點 16點 然後這當時 我們剛才講過 它必須如果以2為基底 它必須2的POWER四方 的數量 然後如果用 之前直接的算 DFT的方式 直接來計算 直接來算的話 算它DFT 4點的DFT 需要16個陳法器 8點需要64 因為它以平方的計算量來算 但是用FFT的話 它公式是這公式嘛 對不對 Entry 2乘上LOG 2 2 所以它乘法器是4個 12個 32個 那最後一行代表說 如果我用FFT跟直接 FFT 直接DFT的算法來比較 它的倍數 所以16除上4 就等於4 就是說 用直接法跟FFT 它的比例 它是它的幾倍 所以看到說 當倍數越高 代表說怎麼樣 它FFT效率越好 對不對 例如說傳統 當1024點的時候 它是用這麼多個陳法器 但是FFT 只要怎麼樣 5120點 所以代表說 它速度 可以省到這麼多倍 好 那我們介紹一下FFT 它基本上有兩種方式 有兩種實作方式 一種叫 時間抽取 就是Decimation in Time 各位注意到說 整個FFT的結構 我用8點來解 所以可能 各位比較了解 這邊看到它是Tidal面 這是頻率 頻率的輸出 那Tidal面 各位看到說 你很好奇 這沒有照順序 它不是S0 S1 S2 S3 S4 S5 這是它的特性 但是一旦這邊不照順序 這邊就會照順序 你看 01234567 這邊就不照順序 那各位想說 它不照順序 是不是亂排呢 絕對不是 這邊有它一定的規則 好 等一下會講 這是 這個時間抽取 就是說 在時間軸上 它是不照順序 另外一種是頻率抽取 也就是說 它Tidal面的信號 的index是照順序 你看 01234 但是在 頻率 它是不照順序 好 那各位問 它不照順序有沒有什麼規則呢 好 這邊就跟各位提到 它是用 位元導轉的規則 Beat reverse的規則 所以Beat reverse的規則 就是說我們把 那個index 表示成二進位置 假設八個 八點的FFT 它是三個bit 對不對 所以可以用三個bit 表示八點的 這個index 就是 0000001 就代表01234到7 那所謂Beat reverse是怎麼樣 是把 這個bit直接翻轉 等於說 第一個bit 變成最後一個bit 所以 這個000直接翻轉的話 還是 000 那001翻轉過去 變成什麼 100 0010翻轉過去 還是它自己 011 整個翻過來 變成什麼 110 依此類推 所以11 翻轉還是11 翻轉完之後 我們再看 010就代表0 100代表4 010代表2 依此類推 所以 這就叫做 beat reverse 就把整個bit 所以你必須先把它表示成 二進位置 然後再reverse 然後在我們後面的實驗當中 我們在做FFT實作的時候 我們也必須做beat reverse 然後做beat reverse的時候 要必須知道說 先用二進位表示法 然後才知道說 什麼位置 010是maping到0 1maping到4 2maping到2 3maping到6 必須要做位元倒轉 各位同學 在這個part 我們介紹快速複裂轉換的下半步 然後在這個單元裡面 我們介紹了從圖形上來看 我們來分析 到底 我們在算八點的FFT的時候 我們需要多少乘法系 跟加法系 很明顯我們看到 用這樣FFT的結構 的確省掉了很多的乘法的運算 尤其當你的FFT的點數 如果越多的話 它省得越多 所以為什麼FFT 在計算DFT的時候 是這麼大量使用 是因為它的速度實在是比 直接的DFT運算快很多 然後在後面的part裡面 我們會教大家如何在CCS做 這樣FFT的實作 這個是點AAP系的 不同的事件 尤其是 minim機器 發揮的